指揮中心扩大回缩 医院接触者 预估高达5000人 引起民众恐慌 不止1922线路全站满 桃園卫生局电话也响不停 从24号晚间 已经涌入300多通询问电话 是门诊的是吗 那门诊的部分 就是列入自主将方管理 因应不逃专案 一早市长郑文燦 也召开防疫会议 为减少群聚感染风险 提出加强版社区防疫计划 韩府 志工 社团 营队 家长会 都取消办理 那学校的这个教室 室内场所就暂时不外界 大型的活动 二月底前都暂时取消或延期了 到二月九号前 三周观察期 65岁以上志工暂缓出勤 360多处长照 养护机构也关闭或禁止探视 隔离民众居家垃圾将统一处理 更要针对全市热点 每周一次大消毒 包含我们有匡略的 大概三四百个热点 包含这个市场 学校 或者是一些交通厂商 跟卖场的部分 那这些我们都会在 首要的部分先做一个完成 找了我们一百七十个 一个防疫消毒的队员 那我们也配置了 大概三十三部的一个车机 请您将请消铁里面 随疫情延烧 清销人员任务加重 就担心人力吃紧 必要时将请三餐化学病支援 各单位严正以待 防堵任何疏漏 大家先问周深的单一中 桃园报道 在五十一中 10丶一手 瞬ämän 大